但是柯媽媽好像已經表態了 我們家就是典型的民主多元 怎麼說 每個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市長2020會你的J票可能投了嗎 還在考慮而已 但是柯媽媽好像已經表態了 我們家就是典型的民主多元 怎麼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現在怎麼解決你家的分裂投票問題 因為你現在很篤定說你是綠帝會投蔡英文 你要不要去問陳佩琪看看 所以你會投嗎 所以你會聽媽媽的話 還是聽老婆的話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市長所以等於說你投票那天 你三張選票裡面只會蓋兩張門 再講嘛 這個不急 因為現在地下賭盤 估蔡英文讓60到80萬票 所以你的投票行為 如果真的是他們估得準的話 可能會影響這次選戰的關鍵 沒有啦 這地下賭盤不值得鼓勵 就算你知道也不要拿出來講 你會擔心你的表態 真的會讓這個選舉有翻盤的可能 應該不至於吧 但柯媽媽現在說要投綠帝 這樣子跟郭台平會不會有點改變 有啦 這個這樣啦 不要把 其實 其實 合作有各個項目的合作嘛 不要說 合作也不見得百分之百全部合作 我覺得這種新的政治態度也是不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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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